这是一名女死刑犯被注射死刑前的真实影像 她从法庭一直哭到押腹刑场的路上 然而看了这一幕的人都说这是鳄鱼的眼泪 身为一名小学教师 她绑架并残忍杀害了自己年仅八岁的女学生 原本冷漠的她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 却展现出了超出想象的演技 2008年的3月7日 河南省岁平县 怨妇如往常一样送八岁的女儿院士委去上学 在即将到校的路口时 二人挥手告别 看着女儿汇入人群中 怨妇就安心地离开了 殊不知在角落里正有人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等到怨妇离开 这个人立刻拦住了将要踏入校园的小伟 而小伟随即就认出了这个笑容和善的女人 女人名叫梁洪亚 是小伟二年级时的老师 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好教师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所以在梁洪亚对小伟说 要带她回家补课后 八岁的小伟没有任何的怀疑 梁洪亚不费吹灰之力地 就将信赖自己的学生带走了 但小伟不会想到 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地狱旅程 来到家中 梁洪亚就直奔主题 哄骗小伟吃下了三片安眠药 只等着小伟晕睡过去 她就可以实施她的索药赎金计划了 可是没想到 小伟并没有按计划晕过去 反而更加精神亢奋了 于是梁洪亚一咬牙 又给孩子喂了四片安眠药 可就算吞下了七片药 小伟依旧没有困倦之意 还叫嚷着要去上厕所 与此同时 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点出现了 孩子上厕所的时候 另一边的梁洪亚 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同事语气急迫地说 今天学校有检查 让梁洪亚赶紧回学校 同事的电话 打乱了梁洪亚的计划 在做贼心虚的梁洪亚 感到慌乱时 小伟也走出了厕所 哭喊着要回学校上学 这声尖锐的哭喊 彻底扯断了梁洪亚 心里绷着的那根弦 事情开始向着 不可挽回的地步发展 梁洪亚伸出了双手 死死地捂住了女孩的口鼻 堵住了孩子喊叫的声音 也堵住了孩子活下来的希望 当梁洪亚贪软地坐在地上时 八岁的小伟 已经不省人事地倒地了 原本这时候梁洪亚 还有机会回头 可她却亲手结束了这一切 在探了探小伟鼻息 发现孩子已经是掩掩一息后 梁洪亚一不做二不休 用胶带封住了小伟的口鼻 彻底断送了孩子的生命 就这样 一个本应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 杀死了自己年幼的学生 教师是一份高尚体面 又稳定的工作 并且梁洪亚还有着一个和谐的家庭 家中有着恩爱的丈夫 和一对可爱的子女 为什么她会舍弃这一切 选择走上这么一条不归之路呢 这背后的原因 竟可以追究到数十年前 1979年的12月 梁洪亚出生在 河南省岁平县里 一个商人家庭 她的父亲生意正是红火之时 家底殷食 也算是个小康之家 可惜好景不长 梁富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沾上了赌博 最开始 梁富也只是为了应付生意往来 而开始打麻将 可没想到 一步步地就陷入了泥潭之中 1999年 梁洪亚认识了一个老实专一的男人 两年后 梁洪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和男友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爱情事业双丰收 原本梁洪亚的人生将是一片光明 可就在2002年 变故发生了 梁富的毒瘾越来越大 家底已经彻底败光 要债得一次次砸响家里的大门 而梁母在这样的刺激下突发脑溢血而亡 就在梁洪亚悲伤欲绝之时 梁富转头就娶了一个比女儿还小的妻子 多重的打击之下 梁洪亚为了缓解心中痛楚 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她也无可救药地染上了赌博 小赌未必移情 但大赌必然伤身 而大赌往往就是从一次次试探的小赌开始的 梁洪亚最开始并没有想要以赌报复 纯粹是为了疏解郁闷而去赌博 可在新人期间 她尝到了甜头 或许是运气好 也或许是他人的刻意纵容 梁洪亚有时候一晚上就能挣得几个月的工资 在这样的诱惑下 梁洪亚越陷越深 最后欠下了巨额的外债 她的丈夫为了替她还上欠款 拼命地打工赚钱 可已然是个赌徒的梁洪亚 却只想着自己下一次必然能赢回来 但赌博就是个无穷尽的黑洞 一次又一次的赌博 让梁洪亚欠下的赌债越来越多 而在这时 一个改变梁洪亚命运的男人出现了 梁洪亚有个远房亲戚名叫于连和 他自称是百战百胜的赌神 有了赌神的帮助 自己想要赢回本钱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梁洪亚听说这个亲戚赌计超群后 就动了心思 缠着丈夫一同买礼上门去找于连和 想要对方和自己联手 将输掉的钱全赢回来 这于连和很会吹嘘 面对求上门的梁洪亚 他大谈自己的荣耀战绩 听到于连和两天就赢了几百万 梁洪亚丝毫不起疑 只觉得自己是碰上贵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所谓的赌神 其实是个刚刚行满出狱的抢劫犯 梁洪亚的丈夫虽然觉得不靠谱 也劝解了妻子几次 但无奈拗不过梁洪亚 只能一次次地送钱来解决妻子的烂摊子 而以为自己要扭转运气的梁洪亚 往赌神于连和身上投资了不少钱 期待于连和能够以高超的技术赚取大钱 但终究是事与愿违 于连和不但没有赢得一分钱 反而将梁洪亚带来的十万元一页数的金光 两人先前说好了分债 于是于连和需要还给梁洪亚五万 可这时候于连和却开始闭门不见了 梁洪亚终于反应过来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原本就欠着十几万外债的梁洪亚 并没有就此醒悟 而是决定自己单干继续投钱赌博 结果是越赌越输 整整欠了六七十万外债 或不单行的是 为了还债而开始开大货车跑长途的梁洪亚丈夫 在2008年的2月份 发生了车祸急需用钱 在如此窘迫且紧急的情况下 梁洪亚开始疯狂地打电话联系于连和 想要要回自己的五万元 而这个老奸巨华的于连和则是一直在敷衍他 最后轻飘飘地甩下了一句话 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你看看谁家小孩有钱 我抱走了弄点钱来 就这么一句敷衍的话 却成为笼罩在梁洪亚心中挥之不去的乌云 最终酿成大祸 过了一段时间 某一次的课堂上 梁洪亚像是不经意地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 谁家里有小汽车呀 在小朋友们看来 这句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问答游戏 天真的院士尾高高地举起手 骄傲地说自己家里有一辆小汽车 殊不知 这只是梁洪亚选择下手对象的一个陷阱 也正是这个回答 让年幼的小伟生命结束在了八岁 在决定好下手的前一天 梁洪亚还在和于联合电话计划这一切 可于联合根本没有想要将自己陷入这境地之中 于是敷衍着说太晚了 他明早再来行动 在劫持小伟之后 梁洪亚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于联合 终于打通后 于联合也只是说自己在忙着打麻将 就不再理会梁洪亚了 当梁洪亚意识到 于联合根本就没有想参与这一切时 小伟已经被诱骗到家中了 而也正是在这时 梁洪亚同事的电话打了过来 为了不让小伟的哭喊引得他人怀疑 梁洪亚残忍地捂死了自己的学生 而校方在发现孩子没有来上课时 也立刻给小伟父母打了电话 焦急的怨妇怨母立刻报警 由于梁洪亚带走孩子时被人看到了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目标 奔向了梁洪亚家中 当警察破门而入时 见到的就只是孩子冰凉的尸体 他的手脚被捆绑在一起 口鼻被交代捂得死死的 警方看了也为之心痛 更别说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了 一切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在一开始 梁洪亚只是想以赌博的形式转移注意力 缓解自己的丧母之痛 可一切最终滑向了这惨痛的结局 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亡 两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在法院的庭审中 梁洪亚哭得声嘶力竭 不断地向小伟父母忏悔 希望求得对方的原谅 并表示 只要能患得受害者家属的宽慰 自己接受法院的任何判决 或许这赎罪有着几分真心 但更多的却是 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感到恐惧 怨妇怨母坐在台上 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 以此互相支持 以避免气氛之昏厥 听到梁洪亚阐述自己谋杀孩子的过程 怨妇几度哭得无法呼吸 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怨母尽全力维持着冷静 含着泪恶狠狠地盯着 对面那个残害孩子的凶手 哭喊着的梁洪亚一面假意说着 一面却念起了自己准备好的赎罪信 并多次提及自己也是个母亲 梁洪亚以为这样能够博得众人的同情 可是他何曾想过 那个被自己杀害的学生也仅仅只有八岁 和自己的女儿一般大呀 他如果真的想到过自己的孩子 就不会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 相比之下 被告席上的余连和就漠然地多 他以为自己没有参与这次绑架 嘴上敷衍一下对方算不上从犯 是不用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的 很无所谓地说 最终梁洪亚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余连和以犯绑架罪名义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法金5万元 二人向原告人赔偿经济损失10467.5元 结果一出 梁洪亚才真正地留下了恐惧的眼泪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正义终究到来 梁于二人接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回想这一路 梁洪亚原本也是赌博的受害者 因为赌博害得他原生家庭家破人亡 可他非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还和父亲一样踏入了泥潭 将自己原本光明的未来葬送于此 他的家庭事业都毁于一旦 而那个无辜的孩子 还有着无数个春秋未看过 就丧命在了八岁的年纪 他的父母家人也将一辈子活在丧子之痛中 贪嗔痴为人生三害 黄赌毒更是引人坠入深渊的恶魔 人这一辈子自然会有处于逆境的时候 也会遇到许多的诱惑 导致本心抵制那些不正当不合理的诱惑 用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去改变逆境 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事物 这样才能真正地走出阴霾 而不是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那么关于这桩案件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讨论互动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